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妮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和三一零木的春季联名系列 总共是有三件单品 一件衬衫 一件西装和一条牛仔裤 这三件单品的整个设计和灵感呢都来自于我平时在挑选单品的时候的一些要求和想法 那总体的设计呢也都是围绕着去打造一个衣橱地基的单品 也就是要求百搭 日常好穿 修饰身型的同时呢 高级 简约 大气的 并且这一季的单品还是非常好打理的 那这些视频也是有抽奖的 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首先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衬衫 这一件衬衫真的妥妥的是衣橱地基 必备的单品 因为它的整个设计是日常 同时很百变的 它可以在日常和时髦之中来回切换 而且它是非常好打理的 也就意味着它是可以进洗衣机 进烘干机 并且烘完出来你还完全不用熨烫 不用打理 它就是公公整整非常漂亮的 首先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设计的方面 那这件衬衫本身的版型就属于基础的 oversize的版型的衬衫 然后在整个面料上面选择的就是我非常喜爱的 有垂坠感 有飘逸感的面料 也就是当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它是显瘦的 完全不会担心oversize的衬衫有显胖的任何问题 再加上这个面料它是属于一种光滑的料子 天然的有一种细腻的光泽 非常的高级 穿在身上就是干净清爽的 同时也因为这件衬衫本来的版型是属于偏oversize的嘛 所以你在春夏天呢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外套来穿 想怎么穿都可以 而且整个长度在选取的时候呢 考虑到了夏天 我希望说可以搭配出那种下衣失踪的感觉 可以显到腿很细嘛 然后又有一种松弛感 所以整个衬衫的长度我选择是刚刚好的 一个正常的长度 但是大家又完全不用担心它有显矮的问题呀 或者说小个子的朋友hold不住的问题 因为这里就要聊到它另外一个隐藏的设计了 那就是这个衬衫它可以从刚刚那种基础的满形 变成我现在身上的这一种收腰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会有一个天然的drapping效果 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在这个衬衫腰部内里的位置 分别定了两颗扣子 那这两个扣子的位置呢都是可以固定这件衬衫的 并且它收腰的位置我设计的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希望说当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可以显得我们的比例好的 任何身高的朋友都可以驾驭 而且这样的设计天然的就会有这种drapping的效果嘛 会很像是那种水波的流动或者说那种瀑布天然的一个感觉 所以当你动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皱褶也会有天然的摆动 也会更加有灵动感 那我自己的习惯呢都是去扣倒数的第二颗的这个扣洞 扣在这个位置两边都是啊 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围然后胸围来调节 那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外套 内里的内搭是可以外露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这边的扣子也可以打开 就让它打的大一点 针对我们这种大连的人会比较友好 那如果你今天穿的内衣是不适合外露的 你就把它当做衬衫来穿的话 你在扣好了之后呢 这边也可以对应两颗扣子 把它固定死之后 你也不用担心有任何走光的问题 那其次像这个设计还有一个连带的优点 是我后来发现的 因为平时我们在穿这种oversight衬衫的时候 我们想要把它扎进裤子里的话 它都会连带有一个问题 一是你很难把它扎得干净利索嘛 因为这个衣服的料子特别多 其次呢就是你扎进去之后呢 等会你动一动它就很容易抽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鼓一个包 那个地方鼓一个包 都很难有干净利索的风格 但是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呢 你把它扎进裤子里之后 它就可以刚刚好完美的固定住了 就干干净净轻轻爽爽 而且在你动的时候呢 也完全不会轻易的就给抽出来 也很符合我们平时日常通勤的时候 对衬衫的一个要求 那另外这个衬衫还有一个设计点 也是考虑到我平时穿衬衫的时候 觉得很困扰的一个地方 就每次我想要做事啊 或者说我在忙工作的时候 我都不希望有袖子在那扫来扫去的嘛 那大部分的衬衫呢 它都很容易就你滴溜上来之后 它固定不住 所以我们的这个袖口呢是这样的 我先给它拆开打开看啊 就本来的袖子是这个样子的嘛 然后整个袖口呢 我设计的也比较宽 因为我希望它敞开穿的时候呢 就是很大气自然 带有时髦感的 就有别于那种很窄的袖子 就有很窄的袖子 会看上去比较局促 那当你不希望这个袖子那么长的时候 比如说你做事的时候 洗手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袖子的这两边 分别设计两个扣洞 并且在袖子上对应 还设计了两颗扣子 你翻过来之后 直接通过这个扣子 把它固定住就好了 那固定好之后 你看这个袖子 就是非常干净利索的 也刚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腕露出来 你要工作啊各方面都很方便 所以这件衬衫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兼顾 日常的那种宽松的时髦感 同时呢 又可以穿得很干净 利索 适合通勤 并且呢 它的整个设计呢 又是可以显高显瘦的 然后选择颜色 我们也选择的就是最百搭 最基础的白色 然后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聊到 我刚刚聊的 它好打理的部分了 那这件衬衫的面料呢 它是可激喜 可烘干 而且烘干之后呢 就跟现在一样完全无需熨烫的 因为平时我们在穿那种纯棉的 普通衬衫的时候嘛 虽然它可能也可以放进烘干机 烘干 但烘出来之后呢 整个领子呀 要不然就卷边 要不然就皱皱巴巴的 你自己还需要熨一下 但这件就完全不会 而且我是用了 我在美国的烘干机 和我现在回国用了爸妈家的烘干机 都用过的 而且我全部使用的是 烘毛巾的那种普通的模式 它都是可以安全度过 就更不用说什么轻柔模式各种的了 所以这件衬衫真的是无比好打理 我相信这个点真的是可以打动 应该是所有的朋友吧 真的平时打理衣服太麻烦了 尤其是一家人的衣服洗起来 真的也很麻烦 那接下来第二件单品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一件白西装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入手一件完美的白西装 白西装它会有一种独特的优雅高贵感 因为它既有了西装的正式感 但又因为它整个颜色的选取 所以它增加了一丝放松 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找不到非常满意的白西装 要不然就是价位合适的 我觉得它的品质太刺 或者说设计不满意 要不然就是 我觉得喜欢的呢 它又卖的特别特别的贵 所以这一件真的是满足了 我对白西装所有的幻想 首先第一个呢 是它的整个颜色 白色嘛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白真的有各种各样的白 那我们的这一件呢 选择的就是白调偏暖一丢丢的 那这种颜色呢 就是最适合亚洲人肤色的一种白色 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就算没有化妆 它也不会显得你没有气色 而且它在搭配的时候呢 既可以跟冷色调 比如说蓝色的那种牛仔裤啊 各方面的搭配 也可以跟暖色调搭配 那这一件呢 选择的是50%的金房羊毛 加了50%的人造纤维 所以它能够呈现金房羊毛的那种高级的光泽感 因为现在市面上用金房羊毛的西装吧 就只要上了这个料子 真的就是动不动上500美金 那这样的配比呢 就是既可以保证它的整个高级的质感 那同时呢 又可以把性价比也就拉得比较高 而且金房羊毛也是属于一年四季可穿的嘛 那接下来就要关于它的版型了 那整件西装的版型呢 就是最经典的那种oversize的西装版型 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件衣橱地基的衣服 所以它的整个版呢 要是最能够去融入进各种各样的穿搭中的 然后也是耐看的 但在细节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整 那通常这种oversize的西装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穿上之后 可能会有闲矮的问题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在扣子上面呢 选择的位置就会比较高 当时是做了好几次的调整的 那通过这个扣子的位置 和这个翻领的位置的调整呢 可以从侧面上面轰脱我们的腰线 然后拉高之后呢 显得我们的比例好 所以各种身高的朋友 都是可以完美地hold住这件西装的 然后其次就是肩膀的部分 因为我希望这件西装穿上的时候 它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头肩比的 因为我们亚洲人大部分时候 我们的正面头尾吧 会比较宽一点的嘛 然后肩膀又会偏窄 那通常穿衣服都会有点显头大 那西装呢就是非常好 去调节头肩比的这样一个单品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肩宽的部分 里面加了一丢丢的垫肩 但垫肩呢我们选择的是那种软 一丢丢的垫肩 它是刚好在你的肩峰位置 然后垫出去的 这一点呢我在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 如果你要选取那种带有垫肩的西装 就千万不要选择它垫肩里面 又厚 然后还垫到你肩膀上特别多的那种 因为它把这个衣服抬高之后 反而会显得我们的脖子短 整个人会很局促 那这件呢就是软软的 然后大部分的垫肩都集中在肩膀 肩峰的位置 去帮助你增加肩宽就好了 整个人穿上的是带有阔形感的 那其次还有两个小设计 因为平时我们在穿这种普通的西装的时候 偶尔也会觉得 是不是太无聊了 我希望买一些 有一些些设计感的西装 对不对 那这件呢又完全满足了 因为我们在侧面还增加了一颗扣子 那这个呢是参考了很多的那种 大牌的西装 它有做收腰的 我在想这种收腰的西装 确实也挺好看的 尤其是当我们在平时穿一些西装裤 本来就宽松嘛 你外面搭西装 如果今天有点冷 你不想把西装敞开 整个人就是一个oversize衣服照完了 然后整个人就看上去完全无腰线 那这时我们就希望西装 它是有收腰线条的 所以我们在侧面呢就多增加了一颗扣子 当你把它扣到最边上这个扣子的时候呢 这件西装可以立马变成一件收腰的西装 就可以帮助你去平衡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腰线了 会显得整个人的腰线很高 比例很好 同时呢也增加了设计感 这是在很多的大牌或者说设计师品牌里面 会出现的这种收腰西装的一个扩型 其次呢就是在袖子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个改动 其实跟衬衫是一曲同工之妙啊 所以这件西装的整个袖子呢 正常穿着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长度嘛 扣子也可以刚刚好扣好 但如果你要做事想把它卷起来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卷起来 并且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隐藏的扣洞 这个扣洞你平时是看不到的 然后你把这个扣子扣进去之后呢固定好 然后这个袖子就是绝对不会往下掉的 而且可以翻出来的这一节的袖子 我们也做的是一个铜面料的金纺羊毛的料子 翻出来不会露出内衬 很干净利索 就可以让你在那做事的时候 有一种气静神弦的感觉 袖子呢也不会往下掉了 并且当我们平时在穿衣服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把手腕露出来 尤其针对我这种大头大脸的人嘛 我穿oversize的衣服 是一定要把手腕呀 一些瘦的地方露出来 人才会显瘦的 要不然别人会觉得我很胖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就直接把它扣好 然后把这个手腕露出来 也可以展示你今天想要展示的手表啊 或者说手链呀 戒指等等的 就是看上去会很精致 它搭配这件衬衫呢 也是可以刚刚好的起到一个材质上面光泽感 高级感的烘托 那件衬衫的领子呢 也可以恰到好处的翻出来 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叠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关于细节的方面呢 为了能够让大家在穿着的时候 就里面的内衬不崩 所以我们的内衬都是多留了一个空间的 让大家在穿的时候 你要这样弓下去的时候 也完全不会有任何崩的感觉 其次就是在内里的这个位置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只有男士西装才会有的内袋 可以去装手机呀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三件单品 就是我超爱的这一条牛仔裤了 因为它真的是完完全全集合了我这些年喜欢的敏感的元素 那长期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这些年 我非常喜欢Leroy或者说Lamelle他们的那种 带有空间感的飘逸的神美嘛 这一类的设计呢 都是利用一些具有空间感比较宽大版型的衣服 但是在设计上面呢 又有收有放 就是有紧的地方 有松的地方 来达到穿着者有一些气定神弦的感觉 并且这一类的衣服因为它有一定的飘逸感 可以让人在走动的时候有飘逸美 有动态美 所以一直以来呢 我都非常喜欢那种软面料的那种西装类型的裤子 但有一天我就发现说像这种软面料吧 它也有一个弊端 就它没有办法让你去有一个特定的阔型 就它没有办法说 让你站立在那拍照的时候 它的阔型都很好看 后来呢我就想到了牛仔裤 但是常规的牛仔裤 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偏硬一丢丢的料子 它又没有飘逸感 直到前几年我看了一场玛丽世家的秀 然后他们就用了这种软料的牛仔 去做了这种牛仔裤 这个牛仔裤的面料呢 它是介于西装裤和传统牛仔裤之间的一种面料 它可以达到既有飘逸感 又有阔型建筑感 我当时就哇好喜欢这个料子啊 所以这一条牛仔裤呢 它从版型上面是属于这种阔腿的牛仔裤 但在腰部呢我做的是一个收腰的版 就是有收有放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面料选取呢 也是选择那种软一点的牛仔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不动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立体的线条 扩心感的 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时髦 但是当你动起来的时候呢 它又有摆动感 就结合了静止美和动胎美 那一般这种阔腿裤呢 又有一个问题 就因为它的整个下半身的量感会比较大 所以小个子的朋友可能会hold不住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定是要有一条 它是穿上鼻涕就很好的 所以这条牛仔裤 我们做的是一个超高腰的版型 它的整个这个当场啊 就是当到腰这个地方呢 是有38厘米的 就非常非常的高腰 然后我发现今年的春夏 就那个罗一薇的秀场 就有出一个超级高腰的牛仔裤 不过它们的那个高腰呢 是高到就基本的在胸部下面了 就比较有夸张的一个秀场的风格嘛 但因为我们的这一件 我希望它是一件衣橱地基 所以我们没有做的那么那么的高 但已经很高腰了 就是刚刚好的 日常的 然后让大家穿上 就很显腿长 其实从视频和照片上面 大家应该就能看出来 这条裤子真的非常显腿长 我其实在好几个月前 当时拿到这条裤子的第一版的时候 我就有拍张照片 然后发了一个instagram story 就很多很多的朋友问 只要牛仔裤 就可见它有多么的亮眼 而且也因为它的整个当场比较长 所以也非常适合一些腰长的朋友 你就不用担心有卡当的问题了 那在牛仔裤的颜色上面呢 也选择的是一种干净的一个蓝色 因为我希望它总体呈现的风格 是极简大气又干净的 所以没有选择那种做旧的一个膜白 而是一个干净的膜白 并且呢大腿上面的膜白的位置呢 我也是有调整过的 希望它会比较高 这样呢你的整个比例会显得更加的好 那这条牛仔裤在搭配上也是可松弛 然后可精神 可时髦接头 就想要怎么搭都OK 像我之前穿着它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搭配了一套那种小乡风的短款的外套 整个人显得比例实在太好太好了 然后这样来搭的话 就会比较时髦接头一点 然后搭配我的这件衬衫 然后走慵懒舒适的风格 就会比较像是The Raw他们那种 大气简约高级 所以它是可以什么样风格都hold住的 一条牛仔裤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这种裤子 选尺码的问题 因为裤子真的是比较难选尺码的 那我们这次这条牛仔裤 是出了四个尺码 那大家要如何去确定自己 最合适是哪个尺码呢 你就需要先测量一下自己的腰围 那测量的方法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整个裤子的当长是38厘米嘛 所以你就直接量你的当 然后往上量38厘米 大概会停在哪个位置之后 再去量那个位置的腰围 大概是多少 然后你去对应着看那个尺码表 那你可以选择腰围刚好一样大的 又或者可以选择 现在量出来的腰围 大个2到3厘米 或2到4厘米的一个尺码 因为我觉得买大一些呢 你的整个搭配的range 就是它整个范围会更广 因为这条裤子它是一个超高腰的版 当你把它卡到最高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肯定是显得比例最好的 但如果你想要搭配出一些佣来 或者说这种街头的风格的话 它就可以稍微低一丢丢 它的整个裤长也会长一点嘛 裤腿的堆积感也会更重 就会更具有街头感 然后你想要卡到最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系个腰带就行了 因为我就是这样来选择的 而且也因为有这个空间 你吃饱了的话 也不会觉得肚子太勒 给自己留一点点小空间 舒服一点 那它的这个内裤长 也就是insame这里是30英寸 大约是76.5厘米 那我穿着是刚刚好的 而且signing mood 它们也有提供那个裁减服务 就如果小个子的朋友 你只要量出了你自己的裤 然后到地面 就你正好直直站着 然后到地面的这个长度之后 就按照这个长度去裁减 只是说如果你选择了 这个裁减服务的话呢 这条裤子就是不能退换的 如果你担心不合适 然后想要退换 有点麻烦的话 你可以买回去之后 自己找裁缝去裁减 那美国的话 通常裁缝帮你裁一下裤脚 就是10到20美金 就非常简单 并且我们这次的牛仔裤呢 也在旁边是设计了 这种挂裤绳的 就你如果想要平时挂在衣架上 也会更加的方便 那好了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和310M的联名系列 三件单品我都非常喜欢 非常的满意 那如果想要入手的朋友的话呢 现在是有一个独家的 限时折扣的 有两个折扣买 一个呢是无门槛的85折 折扣买是Nini 15 那如果你买了两件 或者说两件以上呢 就可以享受八折 折扣买是Nini 20 所有的信息 我都会放在下方的信息栏 那这个折扣呢 绝对是最低的 然后今后都是保价的 那310M他们家也是满150美金 就全球包邮 是由全球的 并且第一批现货呢 都是一到三个工作日就可以发货 就大家可以很快的拿到 那接下来就是有关售后的问题 那大家只要是在这个三月份下单 美国地区是可以免退货费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去尝试 那他们家除了有关网的邮箱联系呢 也有微信联系 联系起来也会更加的快速方便 那这些视频也是有抽奖的 大家只要点赞了这个视频 和在下方任意的评论 贵州呢我会抽五位朋友 分别送出100美金的官网离卡 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设计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 拜拜